國際家庭帶來關心的是台美雙邊的協商一年 美台二十一世紀的貿易倡議首批的協定實施法案 今天由美國總統拜登簽署正式生效了 那麼這項法案被專家認為是美台自一九七九年以來 結構最完整的貿易協定 拜登也指出法案第七節國會阻礙美國代表署 在這個美國的這個國會的審閱期間 將文本傳給台灣 這恐怕會影響美國的憲法 那麼賦予外國夥伴協商的權利 大賊靜新聞APP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